汽止中正老街除了有住家 白天市场也好热闹 不过走了几十年的中正路公园路 却突然间改成单行道 一到中午收摊时间 车子塞成一团民众骂翻 所以10号上午市府交通局也办理会刊 也决定恢复原有的双向道通行 只是路幅有限 遇到汇车时要多礼让 就是这个才刚挂上去的交通标志 引起不少民怨 这里是汽止中正市场 早上开市人潮好多 而一直以来老街还有一旁的公园路 大家通行的也很有默契 早上时间车子不会进来 只是最近公园路中正路部分都改为单行道 现在从中正路转公园路 只能进不能出 现在一到中午收摊的时间 再加上垃圾车晴云垃圾 车子塞成一团民众麻烦 这古早就是由交流台 直接站起来嘛 都很像习惯 还要收拾的时候 中途 热热的来的时候 要職位的时候 整个车子都打成一截了 整个车子都打成两三个人 所以大家都无便 所以要改租回来 路标弄了之后 民众反应的非常厉害 因为整个车子都打成一截了 所以我希望新北市还有交通局的人 能够听一下我们住户 终归他们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 四五十年 至少四五十年以上 在我们一个政策的改变 一个路标的改变的时候 也要以民意为先 可以进来不能出去的时候 造成这边摊伤 在中间两边的摊伤 从中间出去都没有办法出去 那这边的住户 要出去也不能出去 所以造成很多的抱怨 所以今天来就把它改为双向 自从改为单行道 中正路车子禁止右转进公园路之后 引起不少民怨 也向里长议员陈勤 而在十号上午的会刊中 不少摊伤也跑出来反应 因为这条路他们走了几十年 突然这么一改 不但不适应 反而塞车不方便 希望恢复原装 就把这个原本的中正路 双向的地方 再恢复双向 那这个公园路的地方 我们也把它改为双向 那平常的话 市场在营业的话 你也不能进来 等他们没有在营业的时候 他们双向都可以走 让我们这边的住户 还有这边摊伤 更方便 因为有民众陈勤 然后希望能够担心到 改成时段性的 今天的会刊结论是 交通局会回去研商 把它改回原来的双向道 因为大家已经习惯 双向这个进出了 所以以利方便 大家的行走 会刊后决定 恢复原状双向通行 不过因为路幅还是有限 如果遇到汇车 也请驾驶朋友 能够多里让 记得陈慧玲 希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